這個肯定是一個誹謗 哦 非常的不對是嗎 就可以交他一下 怕你死了 我告你廢伯 歡迎收看靜靜日記 不知道部戲啊 就沒有雞做的啦 所以說啦 不就XX了 趕快去做雞咯 可惜你脫了衣服 我都不知道你是什麼 嘻嘻嘻嘻 撈一條粉腸 在騙飲騙食 整個豬排的樣子 是呀 這條一看就知道他是老千 所以我不懂他 蛤 老千來的 這些評論是不是似曾相識呢 或者你自己就在這裡寫 但你知不知道 這些惡意的批評 是叫做網絡霸凌 隨時害死人 甚至會被人提供 最近韓國藝人金碑節 就決定控告黑粉 誓言要告到他們脫腹 我沒有必須的 反送門使用 我沒有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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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演藝圈的霸凌 是很恐怖的 甚至乎會有一種叫做 黑粉團隊 東方神器的雲號 就差點被黑粉毒死 網絡發達 那語言攻擊是更加容易的 很多藝人更因此而自殺身亡 看回馬來西亞 在2018年的科技比較和評論網站 曾經向28個國家 展開網絡霸凌的調查 我們馬來西亞排在大陸名 在亞洲排在大二名 簡直就是名列前茅 而最近在今年的5月 我們馬來西亞更加有一個引渡女生 因為不堪網絡霸凌而自殺身亡 時緣的女生就跟她的孟加拉同時發了一個短視頻 然後放上DikTok 然後就被一個面子書的專頁 叫做Jokut Orwan 就download了下來 甚至乎是配上鋪文就寫 你為什麼可以對孟加拉男子動心 公眾會祝福你 重擁七十多千的粉絲來攻擊這個女生 馬上就有二百多條惡評 包括了罵的女生是雞 大家要明白到 印度女生對自己的聲譽是很看重的 加上這個女生本身是有男朋友的 這樣的惡意批評是更加嚴重影響她的聲譽 最可惡的就是事情發生了之後 女生的哥哥曾經要求對方刪除鋪文 以及拿一個視頻下來 但對方反而要求女生 要道歉才願意刪除鋪文 甚至乎是她身亡 即是跟她說她身亡 她都不相信 HOLO YA 直到新聞報道後 她才願意刪除鋪文 甚至是刪除她的帳戶 但是一條二十歲的生命就這樣消失了 你以為Jokut Orwan才是罪魁禍首 其實那二百多條惡評才是真正的兇手 你隨便寫幾隻字 可能一下子就忘記了 但是你被攻擊的人 他可能就會放在心裡 慢慢累積就會演變成抑鬱症 甚至可能會奪取他人的生命 雖然說可能被霸凌者不要理他就可以了 但是這種負面的情緒 是會越積越多的 可能你不自覺地累積這種不開心的東西在心裡 那你都不自覺了 你又如何去控制呢 講到這裡是不是覺得網絡霸凌真的很嚇人真呢 但被霸凌者 難道就是可以一直引氣吞聲 然後不理他就算 有什麼辦法可以對付網絡霸凌的呢 啊 等我們去問一問律師 在馬來西亞 怎樣的程度的網絡霸凌 可以讓我們去所謂的提告對方 他的定義呢就是說 這個加害者呢 就是那個使用這個網絡的人呢 他們用一些比較粗暴 或者是比較不雅的這個字眼呢 去說這個受害人 然後受害人就受到這個一定的心理壓力 或者是受到這個傷害 那麼馬來西亞呢 雖然沒有一個特定的法律 來說明這個網絡霸凌 可是我們可以從另外一些比較相關的法律 來看這個網絡霸凌 包括這個通訊與多媒體的這個法令 在第233條文 裡面有說到 如果任何一個網絡使用者 他們使用不雅 或者是有攻擊性 或者是有誹謗的這個字眼呢 來講其他人呢 如果最誠的話 他可以被執法單位就是控告 罪行呢 可能可以判這個一年的監獄 或者是被罰款50千 另外還有這個刑事罰點 在第499條文呢 刑事誹謗 另外還有這個503條文 刑事的這個恐嚇 那麼如果他的字眼就是 令到這個受害者呢 感到不舒服 或者是擔憂自己本身的這個安全的話 這個就構成一個恐嚇而已 一個嫌疑啦 刑事誹謗或者是這個恐嚇呢 最高的懲罰可以是 兩邊監獄 剛才我們所說的全部都是 Under criminal offense 就是這個刑事的罪行 OK 我有問題 就是 Let's say 我覺得這個語言 它就是侵犯了我 只要我覺得 我就可以所謂的去報案的意思 對 報案是每個人都有權利去報案 可是要不要深入調查呢 就是警察去決定 欸 其實就是覺得都不明爹的 找不調查就不調查 所以受害者呢 反而就比較是被動的 對 可是如果他們要化被動成主動的話 他們可以要求這個律師去錄秉法庭 就是通過這個民事的訴訟 只要你有這個相關的文件 你知道這個加害者他的這個基本的資料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律師 你當然要準備一些律師費 說到這個民事的這個訴訟呢 名譽的這個誹謗 我們要求對方賠償的是這個金錢的選擇 還有要求對方公開道歉 還有就是拿回他之前的言論要刪除完 這樣誰來judge 就是法官啊 對 法官 哦 所以你說到這個網路辦理 其實我是非常不贊成 所謂的你的故事版本 全部post在這個facebook 要求這個公眾來審訊 我覺得這樣對另外一方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為審訊或者是做決定的人 應該是在法庭那邊 你讓法庭來看完所有的證據 來絕對誰是對誰是錯嘛 看過一個娛樂新聞 那娛樂新聞基本上是主要是講一個女明星 她的心理路程 要接演那套電影 然後她需要去裸露 然後下面就有一系列的惡評 很恐怖 有一個是這樣子講的 其實就是說我們看了這個言論 我們就會覺得這個人的這個品格很有問題 她是道德倫敦的人 她是不可信的人 不應該跟這個人做朋友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名譽這個選壞 第三個呢就是這個言論要讓其他人看到 第三方看到 比如說別的讀者看到 只要符合這個三個元素 其實就是一個對方 所以可以告他 其實真的 我們看了過後我們就會覺得這個明星呢 是非常非常低賤 什麼做雞之類的 非常非常的不對是嗎 就可以告他這樣 他很死 其實我以前給人罵的啦 就講我是豬扒 而且這麼醜就不要出來現世之類的 這樣子算是毀謗嗎 比較輕的看 輕的啦 輕的啦 好 這麼輕的可不可以告 我沒有打算告啊 但是沒有錢 我曾經處理過一個case 控告另外一番呢 是因為那番的人講他 呃 豬狗不如 就因為這個詞語呢 他就被人家控告成誹謊 就是因為面子出了一個言論 然後就被人告誹謊 寫下的東西你要負上責任 如果說我們是騙吃騙喝 這個肯定是一個誹謗 哦 轉天講我騙吃騙喝 我想去告他 但是這個其實是假戶口來的 明白 怎麼辦 當然要找到假戶口背後的這個主人呢 這個工作並不是律師去做了 那麼我們可以去要求這個MCMC 通訊有多媒體這個委員會 那邊可以要求他們就 給資料 可是他們要不要給他們 其實也要看這個言論到底有沒有傷害到你 然後他們來決定 也是他們決定 對 這個是要通過執法單位去找到這個 所以也是有辦法找到的意思 啊 有辦法可能 證據法令 其實有講到就是說 只要我們可以證明到這個他所發出的言論是來自這個 website 而這個 website 如果這個名字呢是屬於你的話 就有這個 嫌疑 這個 assumption 這個 嗯 這個 表面證據呢就是代表說是你寫出來的 哦 表面 表面證據 但是裏面的證據不是一滴啊 哈哈哈 現在我們的證據法令就是說 只要這個言論是出自你的account的話 你必須 如果你要證明不是的話 是你有責任要去證明 證明 對 你要抓 整天聽這種話在電視上 哈哈哈 如果大家有關注這個facebook 這個報告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之前這個無流淫 很混雙混雙 女生 就是被人家說成是小商啊 介入人家的婚姻 那麼其他人一看了這個東西 一面支持他們就會一路 一窝窿 就是全部人就指責這個無流淫是這個小商 其實過後事情就反轉嘛 是不是 過後他們也公開道歉了 所以我們就說 真的不要看人家的一面支持 就會覺得自己是 就知道玩所有事情的真相 這樣子說人家 你寫comment這樣子詆毀人家 然後過後你知道事情的真相 過後你就拍拍屁股 你就覺得是沒有事情 我覺得是很不公平 嗯嗯嗯 說得好 說得好 所以說呢 大家就不要那麼人生攻擊人 一定要三思以後行 無論你是寫或者是說 都要對自己的言論是負責任的 就算你是假帳號 都可以找到你呀 其實說真的我自己 做幕前就真的有心理準備 會面對一些很惡意的批評 但是人很有趣 無論你有心理準備也好 或者你的心臟有多強大也好 你也一定會很在意別人怎麼看你 尤其是是扶評 你的影片越多like 同時間unlike都非常多 但是看回那個percentage 可能是佔了一兩巴仙 所以為什麼你要去在乎 那一兩巴仙不喜歡你的人 而不去在乎那九十多巴仙 喜歡你的人 其實又說回 我覺得善意的批評是要接受的 我很喜歡聽別人善意的批評 好像很多朋友都會提醒我 我經常讀錯一個字就是 第一次 我經常都會說大大大大 大啊不是大是低啊 這些就是善意的批評 他們會糾正我們的錯處 我們才會成長的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受到網絡霸凌 然後令自己很不開心 心情很不舒服的話 就千萬不要轉牛角漸 一定要找一個專業的心理輔導去輔導一下 一定要找專業的 不是我啊 沒有找我 很不專業的 哈哈哈哈 因為很多人家很聰明 在這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你當然可以講出自己的看法 但是設計一定要 意事論事 針對事不是針對人 而且更加要記得的是 如果別人霸凌你 你不要反霸凌別人 那你跟他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是 大家和和氣氣 然後意事論事 一起創造一個和平的網絡世界 好不好 雖然我知道很難啊 哈哈哈哈 大家有啦好不好 世界和平都很難啊 大家有啦好不好 哈哈哈哈 靜靜日記 我之前看那種電影就是 就是想 什麼去找律師談天啊 諮詢費啊 要算啊 好像我跟你談了這麼久 你要算我錢 有時候就覺得 找律師要談天要錢的 還是不要啦 真的你要諮詢的話 你真的要問好那個律師 有些律師 他們就沒有說到很清楚 然後諮詢了過後才忽然來一點 這樣的我覺得不好啦 你會講啦 我會打電話問你 你要收我諮詢費的嗎 這樣子你會先講 我的確會講的 那你也收嗎 哈哈哈哈 我剛剛的確認了 第一次都是沒有的啦 第二次就開始刷了 所以真的要看我們就是 就是覺得你的案件要用多少時間做研究 然後可能我們就可以讓你知道那個價錢 看你要不要proceed啦 這樣子 所以不是講好像看事情 然後去改時間改情 這樣子沒有的啦 也是有 也是有的 真的有的 那個要看這個律師行的這個policy 哦不同的律師有不同的那個policy啦 明白 我看那個一個美劇 哈哈哈哈 而且housewife有沒有 他也是律師行的 但是哦他們有請一個調查員哦 OK 去幫他們的case調查的 是不是有的 在馬來西亞也是有這個職業的 哦哦哦 其實真的是有的啊 可是一般上的案件我可以說是沒有這個東西 謀殺案那現在有可能會有推棄哦 可是謀殺案比較是警察的工作去調查 因為警察又是很懶 哈哈哈哈哈哈 就很慢 哦舒嬅姐也是可以去請 他可以請只要他沒有抵触到法令 然後這個 看戲通常都抵触了 哈哈哈哈 這樣才找到 哈哈哈哈 所以那個是塞爾卡嗎 他找到東西他可以交給警察 可是警察到底要不要用那個證據呢 是 警察去決定 警察跟總檢察署他們決定 嗯 好厲害哦 好像他都要的 是哦 很有趣哦 你還想做啊 蛤我不能了 快死了 嘿嘿嘿嘿 好 打人了喂 沒錯啦 我們的youtube頻道呢 終於有資格開到一個 會員直啦 那大家如果覺得看我們的影片 可以得到一點點歡樂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打賞打賞 那打賞成為會員之後 可以得到什麼優勢呢 其實沒什麼優勢的 純粹是支持一下我們的車 但是我也會特地做一些 徽裝仔和emoji給大家用 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支持 在這才借過大家的賞金錄影 打賞錄影